水喝太少的八种征兆 根据估计,人体大约含有70%的水分,因此你无法超过一周的时间不喝水,否则会危及性命。 对健康的皮肤、头发和指甲来说,水对于人体的新陈代谢和分解反应非常重要。 问题是,有时候你没有每天为身体补充足够的水分,因此可能会产生一些身体方面,甚至精神方面的疾病。 虽然口渴是最明显的脱水征兆,不过当身体的水分过低时,还是会有一些强烈的征兆来提醒你。 你想知道吗? 1、排尿改变。 健康的人平均每天要排尿6-7次,不过,这可能因人而异,取决于他们一天所消耗的水分。 如果你每天只要排尿2-3次,那么有必要增加你的饮水量。 如果可能的话,请向医师咨询。 水喝太少会直接影响肾脏的健康,并可能导致其他严重的并发症。 2、经常头痛。 经常头痛可能是体液不均衡的结果。 水对于维持适当血液流动,即平衡身体发炎反应非常重要。 如果你因为脱水而头痛,当你移动时,头痛通常会更加剧烈。 一个人如果没有喝足够的水,当他们试图快速移动,或者做点运动时,例如上下楼梯,可能会感觉紧张。 如果你认为缺乏水分会引发头痛,那么将水和矿物盐混合。 饮用是一个好方法。 3、扣钱。 当你的身体没有足够水分,以适当产生唾液时,经常引起会扣钱。 这个问题的风险是,因为口腔中的酸碱质变得不平衡,可能导致口腔和咽喉的感染。 如果你有这种情况,最重要的是随身带一瓶水,随时将嘴唇润时。 4、尿液颜色的变化。 尿液颜色的变化是一种危险信号,特别是伴随住强烈的气味。 当你没有喝足够的水时,肾脏就难以排出毒素,并会彻底改变你的尿液颜色。 如果尿液呈现深色或混浊,应该尽速就医,以排出慢性脱水或肾脏疾病。 要解决这个问题,轻逐渐增加喝水的量,一下子喝太多水可能也会引发其他严重的问题。 5、疲劳。 水分缺少会阻止氧气进入身体细胞,导致严重的慢性疲劳。 有些人认为可以饮用咖啡或能量饮料来解决这个问题,不过这会让你的肝脏负担加重,导致长期恶化。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,建议每天早晨喝一杯温水保持身体的水分。 6、肌肉抽筋。 身体水分不足会被随住脱水,而改变你的电解质浓度。 这表示钾、钙、鎂的浓度降低,进而引起肌肉抽筋和疼痛。 7、便秘。 每天喝水对保持肠道水分和预防便秘非常重要。 如果你很少喝水,消化系统就很难排出废物,导致这些废物囤积在大肠。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,建议每天喝6-8杯水,并摄取富含纤维的水果及蔬菜。 8、皮肤浅灶。 要让肌肤水嫩光滑,光使用面霜和精华液是不够的。 每天喝水,可以让皮肤适度出油,避免皮肤浅灶,并有助于消除加速老化的毒素。 如果你注意到皮肤不出油,这是一种脱水的征兆,需要摄取更多水分。 总之,你身体的许多功能都与水分有关,没有足够的水分,可能导致不良反应和疾病。 当出现这些脱水征兆时,请多喝水以避免引发更严重的疾病。